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會會同疾管署 還有台大龍總的毒物檢驗中心 共同來查明死因 死者初步相驗的工作 已經分別由新北地檢署 還有士林地檢署的檢察官會同法醫相驗完畢 定今天上午都要進行解剖鑑定 取得檢體以後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會會同疾管署 還有台大龍總的毒物檢驗中心 共同來查明死因 他們今天解剖以後 會盡快的會同所有的毒物專家來處理 所以應該會很快的來得到初步的答案 我們會根據所發現的事實來進行查證 所以三個地檢署都會來全力的來偵辦這個案子 初步的死因確定以後 會朝著各種可能性再進一步的偵查 食品的管制問題 我想這是由權責機關來負責 但是如果有涉及刑事責任的問題 檢察官都會收集相關的事證來了解 Su位都會在兩個地檢查